朝韩在消除战争风险上又迈出了一步,朝鲜封闭瞄凿西部岛屿的海岸炮。 10月30日,据韩联社消息,在落实平岸峰会达成的99军事协议,两天前的当天。 朝鲜有封闭边境海岸火炮阵地的迹象,开闭市洞口的海岸炮连体处于关闭状态,开闭市洞口的连体则已解门封堵。 对于封闭边境海岸火炮阵地一事,朝鲜官方目前还没有公开任何消息,99军事协议,规定在非军事区及其他冲突地区,停止敌对军事关系。 在朝鲜半岛全境消除现实战争风险,并继续从原则上调解敌对关系。 韩联社报道称,在即将禁止敌对行动,则西部海域缓冲去附近。 朝鲜部署有130毫米口径27公里射程,76.2毫米口径12公里射程等海岸炮约250-300门。 一消息人士撤,朝鲜首先封闭了其中直接威胁韩国西北岛屿的几十门海岸炮。 据悉,射程覆盖上树岛屿的海岸炮由50-60门相应地,韩国方面不属于延平岛白领岛的K9自行榴弹炮,也转移至陆地举行射击训练,正在视察朝鲜海岸炮的金正恩。 韩联社韩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,还有机箱显示,朝鲜正在封闭其余海岸炮阵地,根据韩朝9月19日达成的军事协议,朝鲜需从11月1日起,封闭所有海岸炮阵地,拼连韩国的黄海道内陆地区的所有火炮,也不得向黄海缓冲去进行射击。 韩国白领岛对岸朝鲜长山串海岸的炮台,韩联社在双方在此区域封闭火炮和处理火炮之前,延平岛曾经是朝韩双方海上武力对峙的最前线。 2010年11月23日,韩国在延平岛军事演习,中发射数十枚炮弹后,朝鲜随即炮击韩国,给延平岛套兵阵地。 韩国也使用K9自行榴弹炮,缓击了80多号,双方开始进行互射,据韩防公布的数据,本次炮击造成两名韩国士兵,两名平民死亡。 至少有20多人受伤,朝鲜方面则一直为公布几方沿平岛伤亡情况。 最了解,99军事铁业签署后,朝鲜警备艇不再接近韩国画社的黄海北方界线,MLL一带。 此前,朝方每天向韩防舰艇发出7到8次抗议韩防牵办起警备界线的警告, 但10月起抗议次数简直每天一到两次,朝韩两国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的边界划分上一直存在争计。 10月26日,韩朝第十次将军及军事会谈,在百门殿朝方一侧统一个举行。 这是韩朝9月发表平岸共同宣言,后首次举行将军及军事会谈。 会谈中,双方就年内分别撤出11个前沿上锁的具体日程等六项内容达成协议。 作为落实99军事协议的一部分,双方决定从11月起彻底停止路、海、空格领域的敌对行为,并尽快成立韩朝军事联合委员会。 同时,为确保韩朝民间船只在汉交入海口水域的自由航行,双方环,达成联合考潮汉交入海口水域的具体落实方案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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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